另外收看全球现场漫游天下 我是李小如 这星期我们先来关心 在2010年陷入债务危机的希腊 八年来仰赖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的纾困 民众经历过严苛的准结措施 虽然是逐渐走出了阴霾 但是要距离紧急复苏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希腊政府持续向外资招手 扩大黄金签证的发放 而近来他又调降门槛 只要在当地投资25万欧元制产 就可以取得希腊五年的居留许可 而这也就吸引不少中国投资客 跃跃欲试 29岁的莲小姐来自中国北京 过去从事会计工作 她喜欢上希腊温暖的气候 美丽的沙滩 打算在市中心高级地段 买两间公寓来经营民宿 另外再到南部郊区买一间自住 除了希腊因为金融风暴房价处于低点 吸引投资客前来制产的另一诱因 是因为希腊祭出欧洲最优惠的黄金签证计划 只要花25万欧元 大约新台币878万在希腊投资房地产 就可以取得五年的居留许可 25万欧元可以在鸟看雅典卫城的高级住宅区 买到一间三房公寓 尽管希腊已经逐步摆脱2009年以来的债务危机 市场出现第一波复苏迹象 不过当地房价比起高峰期还是低了四成左右 去年外资看好希腊房地产的前景 投资金额比2016年攀升91% 达到2亿8千7百万欧元 希腊的黄金签证计划 从2013年退出以来 总共有3404个外国投资客取得签证资格 其中1700人是中国人 其他则是来自俄罗斯土耳其跟埃及的投资客 葡萄牙也有相同方案 不过投资门槛最低要50万欧元 但也吸引不少路客投资 其次是法国跟英国人 而跟欧洲做法不同 美国 加拿大以及澳洲 纽西兰 则因为路客炒房推升房价引发民怨 从去年相继推出严格限制防堵 目前欧盟有13个成员国 推出黄金签证计划吸引外资 欧洲议会希望可以为这类计划 建立一个比较妥当的框架 以免沦为有心人士贪腐跟洗钱的管道 记者陈秋梅报道